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兰花秀雅高贵,花香清清自然 可是兰花却不太好养,对植料的要求十分精细 很多花有多在纠结兰花肥料的问题 其实我们只需要用这两样东西 就可以配置出非常肥物又透气的植料 简直就相当于万能肥料了 首先需要松树皮 但是其中的油脂对兰花很不利 所以在配置的时候 应选用腐熟发酵完成的松树皮 但不可选用特别腐烂的 这种松树皮不在松树透气 食用后会影响兰花的生长 其次就是养分了 养分含有不少不同种类的养分 肥效快满相结合 其中富含的蛋林甲等元素 都对兰花的生长有很大作用 当然和松树皮一样 养分也需要腐熟发酵后使用 防止伤到兰花的根系 最后的关键就是配置 将碾碎的松树皮铺在花盆底部 厚度大约为5厘米 以此保证有充足的透气性和疏松性 然后将食约里 处理好的羊粉与腐植土混合 铺在上面即可 但是要注意 不要直接接触根系 以免烂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